我们今天再接再厉 再给他来一把 胜率已经75了 空军 佣兵 邮差加调90 好阵容 哎 又是一套蛮能抗打 然后基础天之还 落地直接吃枪 也行吧 对于速伞来讲 这一枪吃的没什么问题 你就这一枪了 后面的话再一个丢伞压住位置 来一刀 当然这一刀如果说上来对于速伞来讲能打到的话就很香了 就不要是空军 你换个极大人给我打一刀 哪怕是佣兵都可以 这样他的一个技能开的会比较快 这里看看能不能丢伞压住位置来一刀 这边应该是要丢伞的 丢伞压住位置 切伞过来 好了 有了一个蓄力刀 这边空军是没有飞轮的 来 3 2 1 你敢翻 你不敢 张狂开技能 那还行 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张狂能开技能的话呢 最慢最慢 下一个丢伞 下一个丢伞倒地 他这边先开吸魂拉近距离 然后真的击倒不了就丢伞变黑 差不多够了 好的 漂亮 还多给了一刀存在感 我这四刀存在感 下一波做防守的时候打一刀开二阶了 这把团长机会很大啊 这把团长机会很大 因为他前期的一个节奏太香了 这两刀拿的舒舒服服 开吸魂往前一顶 这边过来反正压个眼就可以了 你说真打一刀嘛 调酒师喝个酒 其实也就这样了 你能把这调解是秒了 不行的呀 丢伞回去 做防守 这边傭兵还没过来 傭兵没过来呢 这个 诶 这个傭兵互避 有一个摇灵啊 有一个摇灵他就有可能 一个摇灵 摇中的是谁 追了个双倒 完了 雪战 这波空军可以吃刀 但是空军抢了这个窗其实是不太好的 为什么呢 你空军横数都得倒的 但是你抢了 你不抢这个窗 佣兵过去了 佣兵是不会倒的 佣兵不会倒 找这个调酒师喝口酒 他是可以去打一个三人残局的 而现在的话呢 这边又是遗产机 又是双倒 就彻底拉崩了 就彻底拉崩了 调酒师估计还会再来救一波 估计还会再来救一波 但是已经于事无补了 而且这波调酒师过来救人 还得看他的飞轮 因为速散这边压住位置以后开一波吸魂 没看到 这个眼 看飞轮 好的 飞轮没什么问题 吃一刀以后 把人救下来以后调酒师这边不让你喝酒 你飞轮都焦掉了 你还干嘛 那边是插着眼的 直接丢伞过去变黑震一手 预判的走位在脸上漂亮 哎哟 这手伞丢的 这个已经出眼的范围 他应该是根据前面那个眼看到 那个空军那个运动轨迹来判断的 这手丢伞压住 还是彰显出团长的一个个人实力 这把团长应该是稳拿下了 稳吃 因为这调酒师可以直接蓄挂嘛 用兵又是一个交自己的 补一波状态 算一算机子 有没有可能打一个两人开门战争个两跑 两人开门战 核心是脸上这台大遗产 你得等到人挂飞以后才能够修 傭兵这边状态不好 带了瓶消水过来 团长这边直接往外打了一个新魂 压个眼 丢伞过来做防守 其实打的飘一点呀 团长可能是因为上一把输了 这把打的比较的那个球稳 他其实过去抓油拆都可以的 但他以前的脾气 哎哟 这一刀椅子刀 哇 这一刀吸椅子刀真的有点过分的 这刀被椅子给吸了 方向角度都是对着这个佣兵的 打不到佣兵空刀也能理解 结果被吸了个椅子刀 等于说佣兵无伤救人一波 团长不高兴了 这一刀 打一刀 手里面还有个摇铃 优秘手里面还有个护臂 这个护臂得跳 不跳的话就是这样一个 结果 好的 追双打 可以 调酒师这边喝酒 但七秒钟以后有摇铃 这个摇铃应该是要看调酒师这手飞轮 哎呀 慢翻 完了 我感觉团长这时候应该在我们直播间了吧 他应该刚打完 然后应该有人会去说 团长你被看了这吧 然后团长过来了 然后说 哎 小事情小事情 这个四杀不是随便杀杀吗 团长如果在直播间描述一下刚才那把椅子刀做何感想 小房的板子已经破掉了 这里跌刀 哎呀 傭兵应该是教自己的 这个傭兵如果说被邮差摸起来呢 应该直接摸满的 所以说他第一时间起来是个半学 后来再找邮差补状态 应该是教自己的 这 还有个邮差补状态 哎 你别说啊 这两波邮差补状态都被这个交互给挡掉了 可以吧